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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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Coco 當我們的戶外行程 開始已經不是單日的這種交遊 或是交山散步的這種行程之後 我們開始會往深山裡去走 享受在戶外 在300的生活 進而轉變成我們會有過夜的行程 那我們的睡墊呢 就會顯得非常的重要 那這次改款呢 我幫大家整理了 它主要分成了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呢 它提供了業界最長的五年保固 那五年保固是怎麼樣呢 五年保固就是說 你買了我們任何一款 新款的ISPAT的睡墊 我們就提供給你一張這樣子的一個保固卡 那這個保固卡上面 除了就是你購買的日期 前面這邊會提供了一個修補貼片 就是讓你在戶外的時候 可以緊急做修補的使用 假設真的不小心破掉的話 第二個重點呢 這次ISPAT新款的充氣睡墊 分成了三個系列 那它是針對三個不同的使用組群 來做分類 第一個系列它是屬於VERSA VERSA是入門款 你如果只是一般的露營啊 或是海拔沒有到那麼高的區域 你就可以選擇這一款的VERSA的睡墊 那第二款的名字叫做OUTRO 它是屬於輕量 收起來體積非常小 那你要做百月登山 或是一些長途的重走呢 就很適合選擇這一款的睡墊 那第三款呢就是我們的Dura Dura它是屬於極限款 那通常會選擇Dura的使用者呢 它通常會是在國外做登山 因為它可以使用的環境是在-20度以下 像是我們的果果 那以上呢 就是EXPEC這次改款的三大重點 EXPEC在設計這次新款的碎墊 特別注意到永續發展的這個議題 所以這一次採用的所有的材料 都是可回收的材料 並且它所有的製造過程呢 都是有MyClimate的碳中和的認證 這也就表示呢 EXPEC在製造的時候已經把它的原料 預輸過程還有製造過程 所造成的碳足機呢 都有精算過 來降低污染地球的可能性 那這一次呢 R值的分類呢 主要是分到1R到9R 那也就是從正10度到零下45度我們都有 更詳細的R值分類呢 會在另外一部影片呢 跟大家做說明 那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Ultra的系列 它這一次採用的布料呢 是比上去還要搶三倍的 20D的抗撕裂布料 並且它附有打氣包 另外呢還有五年保固卡跟修補貼片 好講完了Ultra 我們現在來看的是Versa 那Versa的部分呢 這一次它採用的是75單的材料 那它並沒有附沖氣包 因為它本身呢 就內建了打氣的Pump 那除了內建這個打氣的Pump之外呢 它一樣呢 還有保固卡以及修補貼片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 Isbay在2022年全新改款充氣碎墊的重點 那如果呢 你想要知道 關於Ultra跟Versa這兩款碎墊 它的更詳細的資訊的話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會在接下來的片子 告訴你更多資訊 那我今天的介紹呢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adelante 醫生 跟 engine